云端白板上面 你进来之后的话有几个比较重要 第一个就是教学论坛 我每次上课的那个影片会放在论坛里面 所以你假设每次上课都要加 就是想要收到那个影片的连结的话 那你可能自己再加进来 那不过加进来的时候 你可能让我知道一下 你到底是不是我们班上 因为我这个不公开 然后加的方式 至少你让我知道一下你的名字吧 理论上如果你们不知道学号 至少让我知道名字 然后呢我会帮你加到这个论坛里面 那这个论坛的好处就是 我每次上课会把影片连结贴在这里 它会自动转信到你的信箱 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去记信了 OK 上个礼拜因为第一次上课 我有直接记给大家 如果你有留email的话 那理论上会得到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教学的这个影片连结 它是一个YouTube的一个播放清单 OK 那你就可以全部播放 或者是说你可以针对你比较不熟悉的部分 你把它再去重点看一下 然后建议就是看完一定要练习 反正多练习 一定要把它完全熟悉 这些东西滚瓜烂熟之后 你这样要写程式 其实就会非常的救手 OK那如果说 就有常常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学完之后还是不会写 因为你不熟嘛 对你不熟当然不会写 如果你很熟的话 马上 最好就是有个固定的步骤 一开启什么 比如说要做些练习 一开启我们那个懒人包 懒人包的话我是放在哪里 C碟底下 我想你们现在电脑里面都有 在那个C碟底下的那个Python的384 里面的话有一个那个Scribers Scribers里面的话找到那个Spider 这有点像一个懒人包 你就把这个Spider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它这边就会打开一个我们的程式 这个程式的部分的话 就类似长这样 OK那不过预设的样子 可能第一个它应该是英文版的 第二个可能是黑底的 那我个人习惯是 当然虽然说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语言只有简体中文 但是我是觉得至少比看英文来的简单的话 那也许你可以调整一下那个语系 那第二个的话呢 外观 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是在这个本来是 它是Spider的Dark 那我是把它改成那个Spider Dark的话就是黑底 然后呢字的话是白字 还有彩色字 那不过这个当然看个人的习惯 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你可以自己再挑一下 你自己的布景主题 如果像我比较习惯白底 因为像那个以前用过像VBA 它是白底的 像微软的Visual Studio也是白底 或者像什么Eclipse也是白底 其他开发环境都是白底 所以我会设定一个白底的 那不过根据那个就是网路上有一些人分享 好像是说用黑底比较不伤眼睛 为什么因为那个LED的那个光是比较弱一些 比较不会 可能长时间看程式 相对会比较不伤眼睛 这个我不确定 不过当然个人习惯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把它设定好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环境打开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要写一个程式的话 那一样就是开一个新的文件 比如说我今天 我要写一个上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最后就写到有一个是年龄的判断 比如说我判断什么 成年未成年 那其实我的结构一定是一个input 那input的话呢 它进来的资料一定会是文字 所以外面一定要加一个int 把它转换成那个 就是数字 所以我们用int 特别说这个int一定要加 如果没加的话 它过来的话会是一个文字 那文字的话呢 当然你就不能用大于小于等于去比较了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数字 如果你要把文字转数字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外面就包一个int 然后再把这个得到的结果 丢到这个edge的变数 让它存放在记忆体里面 那再来就判断 那判断我们上个礼拜是成年未成年 if 如果你是处跟force的话 那就if 加一个l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所以哦 原来好像原来是这样 如果什么 如果这个 如果它小于18岁 那未成年 那反之 这个l就反之 反之就是什么 反之就成年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是打个成年 那中间这些我先把它注解掉 注解的话就前面加上那个 颈字号 那当然呢 如果我输入一个词 输入15好了 那特别之后 输入15的话呢 到这边的话 它会是15岁 前后是加什么 那个这边其实它会加这个哦 哦 引号哦 也就是说呢 输入之后它是一个文字 那我要把这个文字变成什么 变成15的数字的话 记得哦 这边外面要包有什么 int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没转型 那就会有产生错误 然后再把这个15怎么样 放到这个edge里面 所以呢 如果 后面这个逻辑判断 如果呢 这个15有没有小于 有没有小于18呢 有嘛 有就true 如果是true的话呢 就走这边 那反之 如果false的话 就走这边 OK 所以变两个通道 有点像 比如说你去搭捷语嘛 你刷卡 有就进去 门就打开 没有就不打开 这同样的道理嘛 有点像闸门的概念嘛 OK 那当然未来如果你还好几成的话 那当然你就是好几个逻辑判断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输入15 比如说15的话 它printer就是printer未成年 那当然反之的话 你就是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20 那20因为放过来 它这个逻辑判断是 它20有没有小于18呢 也没有 false嘛 所以false就走这边 OK 所以其实你enter的话 它就是成年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让它变复杂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做过什么 如果你希望多重的话 特别注意哦 多重 这其实工作上蛮多啦 就是让那个程式自己帮你判断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特别注意哦 你就是直接把这个 if的这个逻辑 这个结构 如果这两行复制之后 再加上前面加一个EL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假设有把成年的部分 改成三个逻辑 三个逻辑部分的话就是 如果它是18岁到30岁那就青年 31到60那就壮年 反之就是超过65岁的话 那就老年 OK 这样我就可以再加一个逻辑 所以以后 大概就这样写 特别是如果有连极的话就end 连极就偶了 交极 两个都为true 才为true的话 那就用end 那如果偶的话就是两边 这个逻辑 跟这个逻辑 只要有一个为true 就是true的话 那就用偶了 OK 这个应该有概念吧 这两者你可以再把它打进来 比如说这边的话 如果它是大于等于18 这个一定要为true 然后而且要小于等于30 那为青年 比如说我执行的话 假设说我现在输入20 那20有没有 它就跟第一个逻辑 第一关有没有 有没有小于18 没有 因为它大 所以就跳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有没有大于等于18 有 有没有小于等于30 也有 所以这两个就为true了 那为true它就走下面这边 这个就是它的杂道 所以print就是青年 所以enter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print出来就青年 有没有 就有点像是 我们程式有点 这个逻辑判断有点像是 自己做一些杂门 那有点像工厂一样 工厂不是有一些像 比如说柳丁好了 为什么柳丁有的有大 有的有小 然后将来卖的价钱不一样 对没有 它就它应该 它不可能说用人工去看 如果用人工去一个慢慢去筛选 那这个不符成本 你看柳丁才多少钱 所以它一定是用工厂 那一定是用筛选的方法 对不对 当然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厉害用AI 不过以后的话是把AI加进来 以后可能用什么 影像辨识 然后判断说它的执勤多少 它就放哪一类 哪一类 现在很多工厂都用智慧工厂 就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好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直接执行就OK 所以这个是上个礼拜讲到的部分 有关两重或者多重的判断 同样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你们可以找到在云端白板 在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二个单元 所以将来的话 研究上我们就一直往下的推进 那现在是第二个单元 里面的第几页 所以你打开之后 打开之后呢 将来我会跟各位讲说 我的层次是在哪里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基本上应该会是在第 在这里 第六页的地方 总页数是十九页的 然后我是把它放第六页 所以如果你假设是 有些地方假如遗漏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再到云端白板上面去参考一下 反正一定要把这样的架构熟悉 熟悉之后的话 将来如果你套用 想要套用在别的地方的话 那就很快了 比如说一个例子 像这一题的话 请会把它改成另外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呢 请输入不要年龄 把年龄改成成绩 请输入成绩 那我要判断什么 如果当它是八十分到一百分是A 然后七十分到七十九分是B 六十到六十九是C 不及格是D的话 那你该怎么写 其实以刚刚讲这个 其实你会跟这个很像 所以如果很像的话 当然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一把这个部分复制 有没有 二的话开一个新的文件 把它贴过去 这个注解把它盖过去就可以 贴上去之后的话 其实你可以直接拿这个来 稍微改一下 比如说请输入什么 请输入成绩好了 比如说这个 OK 至少你 至少会改吧 请输入成绩 它就会输入一个成绩 那我们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H 可是H这个名称好像怪怪的 应该改Score 不过 如果你懒得改 用这个也OK 或者改成A H改成A算了 如果你要取代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用编辑里面有取代 如果你要取代变数的话 它这里面 它放在这里 查询 那比如说的话 或者你把这个变数改成 其他名称都OK 然后输入之后的话 当然 如果它这个 第一个是 如果它A的话 应该是 你就是判 如果它小于 等于100分 所以第一个逻辑 小于等于100 而且 而且是end 什么呢 H 好了 应该是大于等于80 那这个地方就输出什么 输出A 那接下来当然一样 你就是 如果大于等于70 如果它大于等于70 而且呢小于等于79 那就是B OK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再改一下 B 然后一样嘛 再来就是60 再来就是69 小于等于69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C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来 如果以上皆非的话 表示它应该是小于60分了 那就是什么 就是D OK 就改完了 所以类似的 你们可以找工作上或生活上有类似的这个逻辑 那当然最后把它执行一下 请输入成绩 85分 那应该跳A了 没错 如果一样 就是其他就是 65分 应该跳C 也没错 OK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请各位熟悉一下 因为未来城市里面呢 会不断用到这种逻辑判断 那当然呢 目前只能够执行一次 如果说你假设有大量的成绩要判断的话 那未来当然会再搭配所谓的回圈 回圈的话就重复做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这个部分 就是 那刚刚这个成绩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云单白板的第六页做修改 或者是说我印象中好像在我的云单白板里面的第 OK 第八页这边也有 OK 所以你假设你要参考的话第八页这边也有 试试看